所以人家討厭的不是那個國旗 討厭的是你舔共 你親中 是你侮辱了這面國旗 這五年來有誰燒國旗 這五年來有誰不承認這面國旗 甚至在奧運的時候 我們還為了這面國旗 全球來挺我們 讓我們的臺灣能夠把 青天白日晾在國際舞台上 是誰發揚了國父創立的中華民國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不是好事嗎 11月10號讓所有人認同這面國旗 讓所有人認同了中華民國 那你說72年 其實這個事情我早就說過了 在1949年之前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 曾經統治了中國大陸38年 1911年到1949年 這是事實 可是到了臺灣以後 台澎金馬在中華民國統治下 72年也是事實 如果按照時間的長短 中華民國到底在臺灣還是在大陸 按時間來講啊 你在大陸只有38年 到臺灣來72年 你在大陸沒有完成落實的建設 在臺灣把臺灣建設成一個民主化的國家 到底三民主義是落實在臺灣 還是落實在大陸